如果是在上古时代 就算龚野风神功大成 燕姬剑灵也有把握压制 但是现在 红天经已经被封印 一旦龚野风翅膀硬了 要摆脱束缚 甚至反咬一口 他都没有绝对把握可以镇压 眼神闪烁之间 燕姬剑灵心中掠过了无数念头 隐然是有杀鸡浮动 另一边 血死狱里面 血神执掌克经离火箭 收服金泥兽足 并恢复了巅峰时期 80%的力量 直接成为血死狱的主宰 血死狱里诸多势力 都重新投靠在血神麾下 血神的声势 不知比之前壮大了多少 即便再面对如此 就算不敌 至少也不会再像昔日那般狼狈 眼看百日之约一点点逼近 血神也没有松懈 在血死狱里修炼着 骤然间 血神抬头望天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血死狱的因果原地 传来一动 是谁 血神正正出神 血死狱是一片极特殊的地方 在太古时代形成 当年太古时代 灭龙神族百万殉葬 引得天道血雨飘洒 才最终形成了血死狱 所以血死狱的因果源头 在灭龙葬地里面 这一刻 血神分明感觉到 灭龙葬地那边传来异动 若是能找到灭龙葬地的位置 我说不定能夺取更大的机缘 血神目光灵力 立即施展出时间神道 不断地推演岁月 追溯着因果源头的位置 他记忆大量恢复后 也知道了灭龙葬地的传说 传说中的太上神龙 龙战也 正是埋葬在灭龙葬地之中 若是能炼化龙战也的海骨 他足以孤身 正面抗衡如足 浩瀚的时间 法则运转 血神不断地推演着 最终却捕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叶辰 是叶辰 他居然在灭龙葬地 血神瞳孔一缩 确实感到叶辰的因果气息相当不妙 似乎是有危险 要大祸临头 有人想杀叶辰 金尼老祖 咱们召集人手出去救援 血神一声令下 召来金尼兽族的老祖 并发出一道符罩 召集血死狱里的诸多强者 诸家各派的强者们 看到血神符罩降临 皆是震惊 他们还以为 要等到百日之约开始 才是决战的时候 没想到现在就要战斗 随我杀入灭龙葬地 救援叶辰 血神骑着金尼兽 手提离火箭 目光充斥着战役 呼啸着杀出血死狱 准备前往灭龙葬地 而古墓之中 叶辰正陪伴着血龙 苦苦支撑着 有人在窥视我 骤然间 叶辰感到有人 在背后窥视 天机反推之下 一下子就洞察出 窥视者的身份 是龚叶峰和燕际剑灵 这里毁灭气息爆炸 果然是被龚叶峰发现了 叶辰只知道是龚叶峰 倒没有发现血神的因果 因为血神 是运用时间神道 推演 时间法则的奥秘 不容易洞察 就像人生于世 很容易忽略时间的流逝 不绝岁月匆匆 主人 似乎有强敌要来 你快走 血龙也感应到了什么 催促叶辰快点离开 现在血龙浑身鳞片模糊 龙占野台骨的反噬 狠狠地折磨着他 他连说话的时候 都有鲜血呕吐出来 眼眸里尽是灰暗痛苦之色 不 我不能走 叶辰咬了咬牙 知道血龙极为痛苦 如果他走了 没有他术法的缓解 都不用公叶峰动手 血龙立即就要被反噬而死 都不用走了 今天都给我死在这里 骤然间大笑声响起 一轮漆黑的太阳 在虚空之中绽放 一道苍老的身影 带着滚滚审判的天威 从太阳之中缓步踏出 正是龙叶峰 龙叶峰 是你 叶辰看到龙叶峰降临 顿时脸色大变 再看了看四周 却没见到燕际剑灵 那个剑灵呢 哼 对付你们两个废物 还需要剑灵大人出手 老夫一人足矣 龙叶峰冷哼一声 手掌拖着太阳 漆黑的天照神光暴射而出 带着无比恐怖的毁灭气息 直接朝着叶辰的脑袋 照射而去 叶辰眼看的毁灭神光照来 只觉得危机振振 他此前动用轮回血脉 在耗费极大的精力 替血龙缓解痛苦 现在丹田里的灵力 已经所剩不多 一旦被龙叶峰击中 恐怕不死也要重伤 避水砍灵珠 守护 生死关头 叶辰骤然侍奉出一颗 蓝幽幽的珠子 抵挡在身前 龙叶峰一记毁灭神光 破杀而来 射在珠子之上 宛如落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轰的一下 毁灭风暴炸裂 激起了千重巨浪 万丈波涛 无穷无尽的水汽 在虚空里爆炸 哗啦啦的暴落 化作了一片汪洋 碧水砍灵珠 这是太上天女的法宝 怎么在你的手上 龚叶峰看到这颗珠子 顿时无比震撼 心里生腾起了一丝恐惧 他认得这颗珠子 是太上天女的法宝 上面镌刻了一道 白地金黄纹 沙发锐气 足以媲美无上天剑 非常的厉害 他确实没想到 这颗珠子 居然落到了夜晨手里 他并不知道 当年太上天女 其实已经将这颗珠子 送给了灭龙神族 当作是龙战野的陪葬品 夜晨先入古墓 又无人抢夺 自然是夺到了此宝 白地金黄纹 给我斩杀了 夜晨目自尽列 调动单天里残存的灵气 一股脑 全部灌注到 碧水砍灵珠里面 灵气一灌注进去 整颗珠子 顿时绽放出滔天的金光 镇刻在珠子上的星纹图腾 疯狂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缕缕的羹筋气息 在虚空里凝聚 最终演变成了千万道的刀剑气流 犹如九天瀑布冲击 狠狠向着龚叶峰 斩杀而去 龚叶峰看着斩杀而来的 羹筋刀剑 顿时瞳孔收缩 恐惧到了极点 这是太圣天女亲手刻画的新闻 传说中的白地金黄纹 代表着五行羹筋属性 杀法之灵力 简直是难以想象 现在龚叶峰身上的伤势 还没彻底痊愈 如果被白地金黄纹斩中 恐怕不死也要重伤 哦 龚叶峰咆哮一声 猛然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喷洒出去 燃我精血 神灭天赵 吃 生死关头 龚叶峰燃烧自身精血 爆发出无比雄魂的能量 灌注到那一轮黑色太阳之中 在自身精血的燃烧灌注下 神灭天赵宫的威力顿时大增 那一轮黑色太阳 疯狂膨胀 宛如要遮天蔽日 围压无穷虚空 挡在了龚叶峰的身前 夜晨的白地金黄纹 滔天羹筋刀剑斩杀过去 都被那漆黑太阳挡住 无数羹筋刀剑带着可怕的沙发气息 硬生生地将那一轮漆黑太阳 直接肢解 太阳爆炸 可怕的毁灭风暴 破坏能量 风了似的 爆涌出来 朕的空间寸寸爆碎 龚叶峰的身躯被爆炸气浪掀翻 亏得他修为强悍并无大碍 幸好幸好 龚叶峰冷汗都冒出来了 连呼侥幸 幸好他反应快 否则的话 被白地金黄纹斩杀到 那真是不堪设想 这可是太上天女亲手刻画的新闻 杀伤力之大 足以横斩星空 连他都是无比的忌惮 而叶峰身躯却宛如 败草一般直接被爆炸气浪中伤 无比狼狈坠落在一片空间废墟里 口中吐出鲜血 却是中伤 他耗尽最后力量的一击 本来就是想出其不意 一击斩杀龚叶峰 但是可惜 龚叶峰一看到碧水砍灵珠 就知道厉害 早就有了防备 没有让叶峰得手 而远处的血龙 也受到了爆炸波及 更是雪上加霜 周神密密麻麻的龙影 仿佛梦魇一般地扑杀上来 要将他夺射 他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哈哈哈哈 轮回之主 抱歉了 今日我胜之不武 你的人头 我会献给红天青大人 你也死得不冤了 龚叶峰看到叶峰 和血龙的狼狈模样 不禁哈哈大笑 心头大是畅快 如果是巅峰对决的话 叶峰有这么多的底牌 他单打独斗 就算能赢 也不会赢得今天这么轻松 该死 叶峰咬牙切齿 他和血龙 是因为炼化龙骨导致元气大号 才为龚叶峰捡了便宜 否则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 难道我今天 真的要死在这里吗 不对 我的气运 还没到沦丧的时候 叶峰的眼眸转动着 明明是生死危机 但他并没有气数以尽的感觉 事情似乎还有转机 谁敢伤我血神的人 就在夜沉这般响着的时候 一道威严冷酷的声音 从虚空里响起 只见无穷的血雨 漫天飘洒 一把充斥着 离火天剑的长剑 从虚空里破杀而出 直斩龚叶峰的头颅 什么 龚叶峰骤然看到此等变故 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往刺躲避 长剑划过 削掉他的一缕头发 如果他再躲避得慢点 连人头都要被斩下来了 龚叶峰的额头 顿时冷汗参层 目光惊恐之间 却看到虚空撕裂 一道威武的身影 骑着一头苍老的巨兽出现 正是血神 离火剑回转 重新回到血神的手里 血神一剑在手 骑着金泥老兽 浑身沙发腾腾 气势非常强大 在他的身后 一道道身影陆续浮现 都是血死玉里面 主家各派的强者 个个杀气凌厉